店家一開門就先接了外送平台打來的道歉電話 起因是前一晚的衝突 外送員大吼與女店員抱口角 地點就在高雄男子區這家低卡便當店 業者強調晚間6點02分一接到訂單 兩分鐘後就看到外送員出現 但6點07分他餐點做好了 卻迟迟找不到外送員苦等36分鐘 外送員終於出現了 初次堅持其錄音強調一開始口氣並不差 這家店餐點都是現做 趕在15分鐘內做好 希望熱騰騰餐點能讓客人享用 與外送員溝通雙方起口角 店家已經向外送平台反映接受道歉 外送員對於備餐時間認知不同爆發的口角 短時間內全台接二連三發聲 三立雙皇之中內部鄉高雄報導